欢迎来到酷然影视,我是阿然 注意看,这个宝妈灵魂竟从骨灰坛里钻了出来 来到寺庙里大吃特吃 吃到最后满地打滚 原来宝妈于里早已死亡 死后的灵魂只有在每年继日当天才能吃人间的供品 于里吃饱喝足后跟着家人回家看自己的女儿小萝卜 与此同时,小萝卜只拿起带水的插头 走向前面的插座 眼看危险到来,回当家的于里连忙上前阻止 可灵魂体的她却抓不住女儿的手 幸亏后,妈骑士来到客厅,制止了悲剧的上演 于里松了一口气,埋怨着丈夫干涸跑到哪去了 原来于里和干涸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 结婚后不久,怀上了小萝卜 可就在小萝卜即将出生时,于里遭遇了一场车祸 女儿虽然成功降身,于里却丢失了性命 死后的于里和许多鬼魂一样,生活在巫婆场馆的殡仪馆里 巫婆虽然每天催着这些亡魂投胎 但她心里也知道,这些亡魂还有心愿未了 所以才允许他们暂时留在人间 因为于里的今日也是小萝卜的生日 干涸怕想到王妻会伤心,所以不敢回家见女儿 趁着小萝卜睡着了,干涸才偷偷来到她的房间 抚摸着女儿稚嫩的脸庞 即便是已经过了五年的时间,大家的心里也都思念着于里 四日,于里被一丝鬼魂的气息惊醒 她赶紧来到客厅,发现鬼魂正是蒂芙灵 蒂芙灵因为弄丢骨灰盒只能四处奔波 于里可不管这些 她则令蒂芙灵赶紧离开,否则会影响女儿的气韵 可蒂芙灵却表示,于里现在也是鬼魂 同样也会影响女儿的气韵,也能被女儿看到 于里生气的将她赶走 这时小萝卜从屋里走出来 于里试探性的叫了女儿的名字 在得到她的回复后,于里这下惊呆了 她没想到蒂芙灵说的是真的 女儿真的能看见她 她此时惊慌不已 如果自己一直待在女儿身边 肯定会影响她的气韵 于里慌忙地来到殡仪馆 想问问巫婆是怎么回事 巫婆表示,因为于里经常待在小萝卜身边 再加上小孩子的气韵比较弱 因此小萝卜可以看到鬼魂 紧接着巫婆又提醒于里 如果她不离开女儿身边 孩子会变得非常危险 于里听后很是自责 她本想着能陪伴女儿 却没想到会害了她 于里难过地来到幼儿园 谁知老师们都说小萝卜失踪了 于里担心不已 连忙四处寻找 到了走廊时 她恍惚间看到一个小鬼 从冰箱里跑出来 进学后才发现 小萝卜在冰箱里面 于里着急地想叫醒女儿 可此时的对方已经昏迷 她用力地呼唤着小萝卜 小萝卜也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呼唤 用脚踹开了冰箱的门 幼儿园老师听到声音赶来 连忙将她送到了医院 幸好医生抢救急时 小萝卜这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看着面前脸色苍白的女儿 于里愧疚地哭出声来 如果不是她太贪心 留在女儿身边 女儿也不会被小鬼 关在冰箱里面 于里再次回到殡仪馆 找到巫婆 她提出想转世投胎 这样一来 小萝卜就不会有危险了 可巫婆却说 自己也不确定 是否能送走她 于里着急地不行 她本来是想看到 女儿能走路后就离开 可母爱虽然是无私的 但有时又是自私的 每每看到小萝卜的样子 她就想一直待在这里 看着她长大成人 于里无助地走在大街上 天空此时飘起了雪 她伸出手接过雪花 雪花就直接穿过她的手 于里明白 自己不过是一缕魂魄 她伤心地坐在地上 痛使上天是多么不公平 让自己年纪轻轻 就失去了性命 如今还不能待在 唯一的女儿身边 或许是上天感受到了 于里的无助 当雪花再次飘起时 雪花掉落在于里的肩膀上 这一次 她并没有直接穿透于里的身体 紧接着她发现自己能触碰到雪 路人也都可以看到她 于里开心极了 忙完路人能不能看到她 路人以为她是个神经病 可他们却不知道 此时的于里是多么开心 可在兴奋的同时 于里也有点疑惑 自己明明已经死了五年 为什么还会复活呢 这时巫婆走过来 表示于里如果在49天内 能回到自己原本的位置 她就能永远活下去 否则就只能转世投胎 于里这下开心不起来了 她原本的位置是钢河的妻子 可现在钢河已经有了新的妻子 更何况她知道 继母小珍一直将小萝卜 当成亲生女儿照顾 她怎么能伤害小珍呢 可她并不知道 此时的小珍已经准备好了离婚协议书 复活后的于里虽然开心 可紧接着又犯了难 因为她已经无处可去 本想回家看看父母 又怕妈妈会因此突发心脏病 因为她现在已经变成了人 肯定无法再居住在殡仪馆 无奈之下 于里只能来到闺蜜闲情的店里 第二天 闲情来到店里数钱 发现少了一些钱 原来是于里拿了那些钱 正开心的吃着小吃 于里吃得津津有味 她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些食物了 可就在她正享受时 钢河突然出现在小吃车旁 于里连忙躲开 幸好钢河并没有看到于里 可她却不小心把工作牌 吊在了小吃车上 无奈之下 于里只能将工作牌 送到医院前台 可就在这时 跟上突然来到医院大厅 正好看到了前台的于里 跟上师钢河和于里共同的朋友 此时的她惊讶不已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当钢河收到工作牌时 上面的涂鸦引起她的注意 这些涂鸦是于里习惯性化上去的 可当她想擦掉时 却怎么也擦不掉 钢河一眼就认出这是于里化的 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时医院送来一个病患 需要钢河帮忙协助手术 因为五年前亲眼看着于里死去 钢河的内心产生了阴影 因此再也没有动过手术 她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行 果然手术时她出现了差错 幸好有其他医生的帮忙 才救回了病患 再班后钢河来到殡仪馆 看着于里的照片 陷入到了回忆当中 这时她接到妻子小珍的电话 得知小萝卜被一个陌生人接走了 钢河和小珍担心不已 在大街上四处寻找着女儿 可依旧看不到小萝卜的身影 可就在钢河来到一处公园时 竟然发现于里正将小萝卜抱在怀里哭泣 原来白天于里来到幼儿园看女儿 倒下那个可恶的小鬼又出现了 于里不想让女儿受到伤害 准备赶走小鬼 这时小萝卜朝着她跑来 直接跑进了她的怀中 于里开心不已 这是她第一次拥抱女儿 于里激动地哭出声来 这时老师走了过来 她以为于里是来接小萝卜的保姆 便放心地让她将孩子带走 而小萝卜也不害怕于里 还主动牵住了她的手 就这样于里决定带着小萝卜回家 可当她想起自己只有49天的时间时 便想着能跟女儿多待一会儿 于里陪着小萝卜一起当鞦韆 这时小萝卜不小心摔落下来 于里连忙上前抱住女儿 在帮她检查伤口时 还自责地哭出声来 当干涸看到于里的那一幕彻底震惊了 随后摊坐在了地上 她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于里也发现了干涸 她放开小萝卜后准备转身离开 可干涸却跑上前叫住了于里 于里不想破坏她现在的生活 只说是干涸认错了人 可干涸并不相信她的话 她一脸惊喜地看着于里 没想到自己的前妻竟然真的活着 干涸将小萝卜交给小珍 随后便将于里带到了餐厅 她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于里此时有些犹豫 不知道是否应该将真相告诉干涸 可紧接着她怕会吓到干涸 便恍成自己失业了 说自己醒来就变成了这样 干涸虽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于里能活着已经让她觉得很惊喜了 干涸将于里安排在宾馆里 还给了她一张银行卡 让她待在这里千万不能乱跑 家里的小珍也疑惑不已 想到刚才干涸的反应 她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 小珍问小萝卜是被谁接走的 小萝卜只说是漂亮阿姨 这个回答让小珍有些不安 晚上睡觉时 干涸不断收到银行卡的消费信息 对于小珍的疑问 干涸只能撒谎 是上一班的同事刷的 小珍察觉到了她在说谎 冰锅里的鱼里定了满满一大桌美食 开心地享受着美好食客 可在吃完后 她又开始担忧起女儿 鱼里发誓一定要跟走幼儿园的小鬼 不能再让女儿受到伤害 第二天鱼里来到幼儿园 可她刚走进来就看到了鬼魂 鱼里记得曾经巫婆说过 如果看到鬼魂也要视若不见 否则就会产生许多麻烦 不料有几个鬼魂注意到了鱼里 鱼里没有复活时 跟他们一家人是好朋友 几个鬼魂追上来跟鱼里说话 鱼里为了不造成麻烦 只能装作听不见 随后想赶紧离开这里 直至后面的鬼魂妈妈 竟然坐在地上哭泣起来 善良的鱼里不忍心离开 只能告诉他们自己复活的真相 鬼魂们听后开心不已 虽然鱼里帮助自己完成心愿 鱼里却直接拒绝了 因为他复活的时间很短 想帮助女儿摆脱危险 完全分不出时间来帮助别人 三个鬼魂恼羞成怒 说如果鱼里不帮忙 就会让所有鬼魂知道他复活的事 这时附近的鬼魂都听到这个消息 纷纷赶了过来 鱼里此时像个带子的小羔羊 所有鬼魂都希望他能帮忙完成心愿 鱼里趁机逃离现场 躲到暗处才摆脱这些鬼魂 等鬼魂们离开后 鱼里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来到大街上突然注意到了买菜的妈妈 妈妈似乎身体越来越不好 鱼里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却无法站在妈妈面前说他还活着 毕竟自己只有49天的时间 他不想让妈妈再次承受失去女儿的痛苦 与此同时 钢河来到宾馆后发现鱼里已经离开 他心里慌乱不已 只能坐在这里焦急等待 这时钢河的手机突然出现一条消费信息 他发现鱼里买了保养品 下次他可能会回去看望父母 于是赶紧打电话给鱼里的妹妹 让他赶紧给父母吃下救星丸 可当钢河来到鱼里家时 发现保养品都被放在了门口 那这才知道 鱼里并没有跟爸爸妈妈见面 这边鱼里来到幼儿园 小鬼也出现在了这里 鱼里想劝说小鬼离开这里 甚至老师出来打断了他 小鬼也趁机逃走了 鱼里想追上去 却又被老师给拦了下来 说外来人员不能进入厨房 鱼里注意到墙上贴着 厨房用人的招聘信息 他决定参加应聘 认为这样就能好好保护小萝卜 就在鱼里等待面试时 正好看到了小萝卜 他决定趁着这个时间 陪女儿玩一会儿 钢河来到幼儿园接孩子 正好看到鱼里在陪小萝卜玩耍 他心里感动不已 也知道鱼里很想念女儿 于是决定先离开这里 让鱼里能多多陪伴小萝卜 可就在钢河离开幼儿园时 突然收到小珍要去接小萝卜的消息 钢河此时惊慌不已 因为小珍看到过鱼里的照片 很可能会认出鱼里 于是他连忙打电话过去 表示自己会接走小萝卜 不料此时小珍已经到了幼儿园 小萝卜看到小珍后 开心地跑出去找妈妈 鱼里也跟着追了出来 小珍一眼就看出了鱼里 这时钢河也赶到了幼儿园 可还是晚了一步 前妻和现任妻子还是相遇了 这时老师走出来让鱼里进去面试 因为鱼里没有用自己的本名 这才让小珍打消了怀疑 她明白鱼里已经去世五年 不可能好眈眈地站在这里 人上觉得鱼里比较乐观 同意她明天就来幼儿园工作 鱼里对此开心不已 因为她可以每天看到自己的女儿 上班前鱼里找到巫婆 希望巫婆可以给她一张符纸 她想用来赶走那只可恶的小鬼 巫婆欣然答应了她 可她也不确定 这张符纸是否对那只小鬼有用 鱼里虽然能留在幼儿园上班 可她每天的工作太忙碌 不是做饭就是准备食材 根本没有时间去看小萝卜 这天终于有了空余时间 鱼里来到教室门口 当她看到小萝卜的家庭照时 心中瞬间觉得难过起来 她也意识到自己必须要离开才行 鱼里来到窗户边 发现小鬼又在和小萝卜玩耍 小鬼看到鱼里后连忙跑出教室 鱼里也赶紧追了上去 终于在厨房的冰箱里看到了她 小鬼对着鱼里开心的微笑 鱼里突然有些不忍心伤害她 可为了自己的女儿 她只能将符纸拿出来对着小鬼 不料小鬼并没有消失 符纸对小鬼没有任何作用 鱼里埋怨巫婆给了她一张美用的符 随后她注意到桌上的红豆 因为许多鬼魂都害怕红豆 她将红豆打到小鬼身上 直至小鬼并没有感到痛苦 还因为鱼里在跟她开玩笑 这下鱼里彻底绝望了 这天鱼里下班时突然注意到 小鬼也在照片墙上 原来小鬼曾经也在这里上学 只不过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才会一直待在这里 这时家长们都来接孩子 小鬼却难过地坐在一边 鱼里看出了小鬼的心思 这才明白她不愿意离开的原因 原来小鬼一直在等着妈妈来接她 等大家都离开后 鱼里心疼地来到小鬼面前 安抚着她的情绪 小鬼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之后鱼里再次找到巫婆 想知道赶走小鬼的方法 巫婆表示 去世的人都有未完成的心愿 小鬼不知道自己已经去世 如果她的心愿已经完成了 就会选择自己离开 鱼里听后瞬间明白了 要想让小鬼离开幼儿园 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见到妈妈 鱼里找到园长 表示小男孩已经去世了 是不是应该让男孩的妈妈 来取走照片 在得到园长的同意后 鱼里就在外面 等待小鬼妈妈的到来 这是一个女人慢慢走进幼儿园 她便是小鬼的妈妈 自从儿子离开后 她再也不敢来到这里 看着前面嬉闹的孩子 妈妈伤心地哭了出来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孩子永远不会回来了 她艰难地走向幼儿园暗想门铃 小鬼听到声音后转过身来 这一次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妈妈 女士开心地跑了过去 这是她期待已久的时刻 小鬼开心地朝着妈妈跑去 小萝卜也跟着跑了出来 想把手中的玩具递给她 原唱觉得小萝卜的举动很奇怪 小鬼妈妈蹲下身来 她看出这是儿子的玩具 上面写着儿子的名字 此时她再也克制不住自己 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小鬼不知道妈妈看不见自己 她抱着妈妈安慰她不要哭 随后便跟着妈妈离开了幼儿园 于里虽然也为小鬼的妈妈感到难过 但好在小鬼已经离开了幼儿园 就在于里漫无目的地散步时 一抬头竟然看到了自己的闺蜜贤情 两人都惊讶不已 贤情对于于里来说如同亲月一般 上大学时贤情和跟上是一对情侣 后来跟上将钢河介绍给了于里 这才让两人成为了夫妻 贤情对于里的去世难过不已 即便是怀着身孕 也要坚持去参加她的丧礼 贤情惊讶地捂住嘴巴 她没想到于里会好端端地站在这里 与此同时 跟上也查看了电影的监控录像 发现于里既然来过店里 她慌张想打电话给贤情 但还是不相信去世的人能死而复生 就在她努力想平复情绪时 贤情打开门走了进来 跟上激动地表示于里出现在了监控中 谁知道她一转头 竟发现于里就在贤情身后 于里笑着跟跟上打招呼 跟上则是害怕的不行 跟上也抱在怀里 这一刻就像是做梦一样 跟上发信息给钢河 想问问于里是否真的还活着 随后几人聚集在了一起 跟上仍然不敢置信 于里不想让助人知道事实 只能再次谎称自己失业了 贤情劝说于里回家去住 毕竟爸爸妈妈每天都在思念她 于里又何尝不想回去呢 她害怕爸爸妈妈会因此受到刺激 贤情不想让于里漂泊下去 想让她住在自己家里 于里听后也很为难 因为她总有一天会离开 不想让好闺蜜再难过一次 心情也不再劝她了 只要于里好好活着 无论她住在哪里都可以 随后她再次抱住于里 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钢河送于里回宾馆的路上 跟她表达了歉意 在于里去世的五年里 她已经另外娶了一位妻子 所以无法直接让于里回家 跟小萝卜住在一起 于里却并不难过 她知道钢河是一位好爸爸 也明白小珍会好好照顾小萝卜 毕竟自己没过多久就会离开 她不希望一切因为自己而改变 这天小珍在收拾小萝卜书包时 发现里面有很多红豆 她对此感到很是疑惑 原来红豆是于里放在小萝卜书包里的 为了能保护好女儿 于里将红豆狠狠地栽在鬼魂身上 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出现在幼儿园 鬼魂们都愤愤不平 可当他们看到于里手中的符纸和红豆时 却又失去了反抗的勇气 之后于里偷偷来到殡仪馆 偷走了乌婆的铃铛 她使用铃铛控制住这些鬼魂 让他们不能轻易动弹 鬼魂们这下是彻底怕了 她一再也不会进入幼儿园 为了以防万一 于里买了更多的红豆 当她经过一家娃娃机时 一个粉色娃娃引起她的注意 她觉得很适合小萝卜 想将它抓起来送给女儿 可她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将娃娃抓起来 这时对面有个男孩抓起了粉色娃娃 于里拿出钱想将娃娃买下来 却遭到了男孩的拒绝 无奈她只能让男孩帮忙再抓一个 趁当男孩要将娃娃抓起来时 三个鬼魂来到于里身后 还开口叫了她的名字 于里被笑得大叫一声 粉红娃娃也没能抓起来 鬼魂妈妈告诉于里 你旁边这个男孩就是我儿子小帅 小帅看不到自己死去的家人 觉得于里像个神经病 这时鬼魂妈妈表示 自己很久没有给儿子做饭了 担心她每天吃不饱饭 并请求于里为儿子做顿饭 于里无奈只能答应下来 可当她提出想以做饭交换粉色娃娃时 小帅却直接拒绝了 情急之下 于里拿起娃娃就想离开 不料却撞到了玻璃门上 于里举向地来到公园 这时三只鬼魂还威胁她 如果不帮忙完成心愿 就会骚扰于里的女儿 于里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直接拿出铃铛想教训她们 这时巫婆突然出现 枪在了于里手中的铃铛 随后巫婆将于里带到殡仪馆 警告所有鬼魂不准再找于里的麻烦 这天幼儿园举办亲子活动 就在孩子们用红豆玩触觉游戏时 旁边的家长却一直在说小萝卜坏话 心情看不下去了 正当她想维护小萝卜时 于里将一盆红豆直接泼在那位家长身上 生气地告诉她 要好好玩游戏 家长虽然愤怒 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里生气地来到厨房 可当她看到桌上的草莓时 瞬间开心了起来 因为她怀孕时喜欢吃草莓 断定小萝卜也喜欢吃 而且她曾经看到过小萝卜不给小萝卜吃草莓 当时她还暗暗觉得小萝小气 来到教室后 于里将草莓分给小萝卜 却被小萝卜给拒绝了 于里坚持想让小萝卜吃草莓 还说这些都是刚刚采摘的 这时一旁的老师赶来解围 她告诉于里 小萝卜之所以不吃草莓 是因为她对草莓过敏 于里听后惊讶不已 原来她误解了小萝卜的好心 于里心里很是难过 她对自己不了解女儿感到自责 这时小萝卜被其他孩子欺负了 于里连忙上前安慰小萝卜 众人都惊呆了 真让小萝对她产生了怀疑 当于里看到一旁的干涸后 这才知道自己有些失态 于是只能尴尬地离开 晚上于里找到贤卜 两人一起谈论今天发生的事 于里此时很是自责 她今天的行为太冲动了 不知道小萝有没有怀疑 贤卜劝她直接对小萝说出事实 毕竟孩子总要回到亲妈身边 于里听后有些难过 她很想将事实告诉贤卜 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这时小萝突然推门而入 于里惊慌不已 气氛也瞬间变得尴尬起来 她没想到小萝会来这里 原来因为白天的事情 小萝产生了危机感 她虽然不知道于里就是钢河的前妻 却也害怕自己会受到伤害 她在贤卜的店里买醉 从店里出来后 喝醉的她变得神志不清 还将地上的树叶当成了钱 贤卜和于里不放心她一个人 便一路跟在小萝身后 结果在拉扯中 三个人都摔倒在地 第二天小萝醒来后看到自己脸上有伤 丝毫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当她来到幼儿园时 发现贤卜和于里的脸上都有伤口 小萝疑惑不已 因为她已经忘记了昨天发生的事 也不知道脸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 一看幼儿园时 小萝询问贤卜 她昨天晚上有没有失态 贤卜一脸的笑意 但只说她喝醉后就回家了 这时贤卜突然发现了于里爸爸 原来于里爸爸为了看外孙女 来到幼儿园当志愿者 于里爸爸看到外孙女后开心极了 正当两人开心地交谈时 小萝卜发现了门外的于里 她跑出来找于里 于里开心地将女儿抱起 她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爸爸 幸好老师走过来将小萝卜抱了过去 于里这才硬着头皮跑开了 看着面前的爸爸于里觉得难过不已 她回想起自己刚刚怀孕时 爸爸开心地跟朋友打电话 希望她快要做外公了 那时候爸爸开心地不行 期待自己的外孙女能赶紧出生 可谁知后来竟然发生了那样的事 另一边众多鬼魂开始聚众闹事 因为于里辱骂上天得以复活 这些鬼魂也想用同样的方式 得到复活的机会 巫婆知道这样下去会有麻烦 只能将鬼魂们统统赶走 随后还给他们的骨灰罐贴上了符纸 这样一来鬼魂们就无法出来 不料一阵风过去 一家三口骨灰罐前的符纸被吹了下来 他们就这样被放了出来 其他鬼魂纷纷紧求帮助 可由于他们都是鬼魂 无法将符纸撕掉 这时他们想到了于里 便赶紧来到幼儿园找他 于里以为他们是想伤害小萝卜 又忙跑出去阻止 结果却发现他们是想帮小萝卜 赶走其他鬼魂 于里看到这一幕后感激不已 随后跟着他们来到殡仪馆 将骨灰罐钱的符纸撕了下来 于里劝说大家不要再辱骂上天 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鬼魂们纷纷请求于里帮自己完成心愿 可于里的时间一直剩下四十几天 面对这么多心愿实在是无能为力 他想直接起身离开 可还是停住了脚步 心软的于里最终还是答应帮每个鬼魂完成一个心愿 鬼魂们对此开心不已 不过他们需要时间考虑最终想完成什么心愿 于里离开殡仪馆时碰到了巫婆 巫婆觉得于里善良大方 愿意用宝贵的时间帮别人完成心愿 作为一个通灵人 巫婆自然也想帮帮那些鬼魂 可她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里来到贤情的店里 贤情表示很疑惑 明明于里都已经回来了 为什么不将小萝卜接到身边 于里表示自己不想破坏一切 只要她每天见到小萝卜就足够了 可让于里没想到的是 小珍竟然提出想和钢河离婚 原来贤情白天去买东西时 正好碰到家长在聊小珍的八卦 他们表示小珍正找律师咨询离婚的问题 于里听后惊讶不已 她着急地表示不能让小珍离婚 贤情对她的反应有些疑惑 可于里却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这让贤情更加怀疑了 她觉得于里肯定有事情瞒着她 于里过马路时 发现贤情和小萝卜站在马路对面 小萝卜朝着于里跑过来 于里也开心地将小萝卜抱在怀里 一旁的小珍觉得自己有些多余 虽然她不知道面前的女人就是小萝卜的亲妈 但她还是感受到了危机感 于是结果小萝卜想赶紧离开 于里叫住了她 随后两人来到餐厅 于里提出自己想当小萝卜的接送保姆 还表示幼儿园厨房里的工作很轻松 实际上她是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想用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 小珍并没有直接同意 表示要考虑一下 回家后小珍将此事告诉刚和 想看看她是什么反应 刚和内心有些慌张 但还是表现出冷静的样子 让小珍自己来决定 作为一个男人 刚和不希望前妻和现任妻子见面 三个人谁都没有错 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面对这段关系 小珍来到幼儿园想找于里说事 却被告知于里请假了 于里请假帮鬼魂完成心愿 一家三口的心愿很简单 想让于里帮唯一存活的儿子收拾房间 顺便再帮她做一顿饭 可让于里没想到的是 要打扫的房间糟糕透了 于里生气的想直接离开 直至鬼魂妈妈直接哭了出来 于里虽然不情愿也只能帮忙 随后她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你们小帅已经那么大了 为什么不能收拾好房间呢 你们这样会把孩子惯坏的 鬼魂妈妈则是吐露了心声 他们离开的太早 没有给儿子足过的关爱 所以才想为她做一些事 花费了几个小时 于里终于打扫好了房间 可当她准备休息时 小帅就突然回来了 于里只能着急地躲进衣柜里 小帅看到整洁的房子疑惑不已 她以为是刚起来的保姆打扫的 于是她安心地坐下来吃饭 妈妈看着儿子吃得津津有味 心里也非常满足 然而就在小帅回房间时 还是发现了衣柜里的端倪 她抄起棍子 直接打在了于里的脑袋上 于里差点没晕过去 小帅记起于里是那天抓娃娃的女人 于里却对她没有好脸色 直接生气地离开了 当于里回到宾馆时 发现刚合就在对面等她 原来刚合一直等不到于里很担心 当她看到于里时 连忙走了过来 她听说不想让于里 当小萝卜的接送保姆 因为这件事关乎的不仅仅是两个人 于里孤苦哀求着 她必须要去家里去赶走地腐灵 这样才能保证小萝卜的安全 刚合最终还是心软了 答应了于里的请求 第二天天空下起大雨 小帅因为没有带伞 只能临着雨走 于里及时叫住了她 并为她撑起了伞 小帅见状露出了笑容 两个人走在雨中漫步 小萝直言自己是个讨厌的人 家长们也都不喜欢自己 可于里却说小萝并不讨厌 反而是很善良 这时两人看到了对面 打着一把伞的刚合和小帅 原来刚刚小帅蹭了刚合的伞 而善良的刚合也没有拒绝 于里将小帅推到刚合身边 随后就赶紧离开 小帅追上去躲进了于里的伞下 小帅跟刚合说起刚才的事 还说于里说她很善良 刚合听后有些疑惑 明明于里才出现没多久 为什么会这么了解小帅 另一边贤亲也觉得于里很了解小针 更何况她不想要回孩子 贤亲怀疑于里肯定还有秘密 随后她将自己的疑惑 告诉刚合和跟上 刚合想起曾经于里说过的话 虽然觉得奇怪 但她也相信于里有自己的苦衷 晚上于里将营养品放在家门口 还陪着狗狗玩了一会儿 第二天爸爸发现了门口的营养品 一家人都很是疑惑 爸爸肝功能不好 妈妈的心脏不好 营养品恰好能对症下药 这让爸爸妈妈都觉得很奇怪 妈妈此时想到了于里 她默默吃下一样品 这位女儿就在自己身边 妈妈心里难受想出去透透气 与此同时于里也在附近的公园 当妈妈推着自行车走过来时 于里刚好起身离开 妈妈坐在于里刚才坐过的位置 心里祈祷着女儿 在另一个世界能幸福地生活下去 这天于里在厨房干活时 突然听到外面有声响 这才发现是一缕鬼魂 老金表示自己女儿在幼儿园里当老师 于里礼貌地跟她交谈 表示老金的女儿马上就要结婚了 老金也可以放心地投胎转世了 可老金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她发现女儿最近并不开心 于里看着难过的老金决定帮她找找原因 晚上聚会时 金老师伤心地哭出声来 旁边的同事纷纷安慰她 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于里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金老师是太想念爸爸 结婚时也无法挽着爸爸的手 可金老师却摇头说不是这样 之后金老师伤心地坐在路边 老金在一旁安抚女儿 可惜她不能跟女儿对话 此时金老师说出了自己伤心的原因 如果她能早点结婚 爸爸就能参加她的婚礼 看着她步入婚姻殿堂 一旁的老金潜然泪下 她又何尝不想亲眼看着女儿出嫁 随后拜托于里帮忙写一封信 当金老师来看望爸爸时 看到了那封充满爱意的信 爸爸安慰女儿别再难过 安心过好今后的生活 金老师伤心地流出了眼泪 终于放下了心结 婚礼当天金老师穿着婚纱 在爸爸的陪伴下步入了礼堂 老金面带笑意地看着于里 非常感谢她的所作所为 与此同时 跟上来到了殡仪馆 询问去世的人是否会复活 巫婆猜出跟上认识于里 因为在众多鬼魂中 只有于里得到了复活的机会 但为了能帮于里引完 她只能谎称这是很常见的事 回家后跟上打电话给姨妈 姨妈是专门抓女鬼的通灵人 跟上说出了巫婆的厉害之处 姨妈决定去会回巫婆 直直刚出门就遇到了于里的妈妈 说你女儿去世后因为放不下家人 所以在家里阴魂不散 不愿意重来人间 她可以用符咒帮忙驱赶鬼魂 妈妈听后神奇不已 这时巫婆也赶了过来 她发现姨妈抄袭了自己的扶持 想好好教训她一顿 姨妈见状赶紧跑开了 巫婆无意间说了一句 于里变成鬼魂后在四处飘荡 于里妈妈听后更生气了 以为巫婆和姨妈一样 有歪门邪道来行骗 丝毫不听巫婆的解释就直接离开了 巫婆回到房间后担心不已 觉得自己对不起于里 她打电话给于里 两人约着在贤情的店里见面 贤情觉得巫婆的装扮很奇怪 也疑惑于里怎么会结交这样的朋友 于里害怕被贤情怀疑 撒谎说自己复活后觉得离奇 才会找到巫婆想问问原因 一来二去两人就变得熟络了 但贤情离开后 巫婆将事情告诉了于里 于里听后很是生气 因为她知道 巫婆的话会让妈妈难过 巫婆开始转移话题 她劝说于里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否则40天后就会永远离开 可于里却直接拒绝了 她不想伤害任何人 只要能保护女儿就行了 这时贤情推门而入 她听到了两人刚才的对话 贤情不敢置信地质问于里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随后贤情打电话给刚和 想将真相告诉她 却被于里一把夺过手机 于里请求贤情帮自己保守秘密 贤情却觉得于里很过分 她接受不了于里会再次离开 于里感动得流下眼泪 但她还是不愿意留下来 她要做的事就是让女儿平安长大 不管于里怎么说 先前都不愿意接受 她转身想将真相告诉刚和 却又被于里叫住 于里表示现在刚和很爱小珍 所以她不希望看着刚和伤心 原来在于里去世后的那段时间 刚和每天都以泪洗面 而于里也陪着她一起哭 失去于里的刚和整天颓废不堪 是小珍让她有了生活下去的希望 于里想到那时的刚和 心疼地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她不希望再伤害这个无辜的男人 闲情最终还是心软了 她将于里抱进怀里 并答应不会将真相告诉刚和 与此同时 于里妈妈发现 丈夫去幼儿园看过外孙女 生气地质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来自从刚和结婚后 妈妈却决定不再见小萝卜 她不想让小萝卜知道 小珍是她的后妈 于里爸爸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可她却控制不住 想象到外孙女的心 爸爸心里一直思念着于里 只有看到小萝卜 她才会觉得心安 妈妈听后也心疼不已 她又何称不想去见小萝卜 可她也想给小萝卜一个完整的家 妈妈骑着自行车出去透气 这时于里的声音传入耳中 妈妈觉得这个哭泣的女孩 太像于里了 就在她回过头时 一个不小心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妈妈跌跌撞撞地从地上爬起 走向正在哭泣的于里 当于里转过头来时 妈妈彻底傻眼了 随后她坐在了地上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随后签手不住自己晕了过去 前前赶紧打电话打给刚和 得知于里妈妈晕倒的消息 刚和赶紧来到了医院 妈妈因为受了刺激 导致呼吸急促 幸好送来得及时 并没有生命危险 这时刚和也来到了医院 她拜托医生再给妈妈做个检查 妈妈此时睁开了眼睛 她说自己只是看花眼了 可当于里从刚和身后走出来时 妈妈惊讶地坐了起来 不可思议看着面前的女儿 妈妈伸出手抚摸着于里 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于里也抑制不住自己 紧紧地跟妈妈拥抱在一起 母女养此时哭成了泪人 这时父亲接到消息 也来到医院 当她看到病床边的于里时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死去五年的女儿回来了 晚上于里和妈妈睡在一起 躺在妈妈的怀中 于里觉得无比安心 虽然去世过后 每天都能看到妈妈 但只有这种亲身触碰才更真实 这时妹妹推开门 看到姐姐还在 于是放心地离开了 没多久爸爸又推开了门 她也是想看看女儿还在不在 妈妈开心地让丈夫别担心 女儿再也不会离开了 爸爸这才放心地关上门 第二天于里来到自己房间 发现里面的陈舍和之前一模一样 她心里很是感动 原来在她死后 妈妈一直在打扫这间屋子 期盼着有一天女儿能够回来 妈妈醒来后没有看到于里 着急地跑出来寻找 当她看到于里时才松了一口气 于里表示自己想吃妈妈做的决菜 妈妈开心地不行 赶紧出门去买菜 于里趁着这个时间赶去幼儿园上班 当她走出门时 发现了门口妈妈的诊断证明 上面的主持医生是刚和的名字 原来自从于里离世过后 刚和一直在关心妈妈的身体 妈妈不想拖累刚和 提出要跟她断绝关系 可即便如此 刚和还是会偷偷地了解妈妈的身体状况 于里心里很是感激 她知道刚和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 妈妈买完菜回来没有看到于里 心里很是着急 爸爸将于里留下的便签拿出来 妈妈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夫妻俩还是觉得不太真实 他们伤心了五年的时间 如今于里活着回来 这种视而复得的喜悦 只有他们能体会 于里上班时 突然收到了小珍发来的短信 对方同意她当小萝卜的接送保姆 于里对此开心不已 因为她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女儿 为了能赶走家里的地妇灵 于里特意在包里装了红豆 随后就将小萝卜从幼儿园里带走 在送小萝卜回家的路上 于里给她买了小吃 可就在两人精进有为的品尝时 于里注意到了旁边的鬼魂 她试探性地询问小萝卜能不能看到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于里既自责又担心 觉得自己没能保护好女儿 所以她才能轻易看到鬼魂 这时于里接到消息 原来小珍给小萝卜报了兴趣班 等兴趣班上完后已经很晚了 回家路上小萝卜送给于里一个涂鸦鸡蛋 于里开心不已 碰在手里生害怕碎了 这时她发现小萝卜手上 还有一个更漂亮的涂鸦鸡蛋 于里好奇地问这是给谁的 然而就在这时 小萝卜朝着前方跑去 嘴里还开心地叫着妈妈 小萝卜将鸡蛋拿给小珍 于里看到这一幕后心里有些难过 小珍让于里去家里坐坐 于里爽快地答应了 这样她就有机会收拾蒂芙鸣 刚和回到家时 发现于里在家里 本想离开却被小珍叫住了 没办法 刚和只能直接走向书房 她不知道应该如何面对这两个女人 于里发现蒂芙鸣还在家里 可因为小珍还在 她不能直接撒红豆 于是只能先行离开 可就在几人下楼时 于里发现 小萝卜送她的鸡蛋忘了拿 几人赶紧上楼去拿鸡蛋 不料当他们上楼后 却发现 刚和已经把鸡蛋吃了 于里激动地责怪刚和 小萝卜此时也哭出身来 这样小珍有些疑惑 她觉得于里对小萝卜太过关心 甚至超过了自己 于里察觉到自己的失态 赶紧逃离了现场 第二天小珍给于里发消息 让她到家里去照顾小萝卜 于里提前来到家里 还拿出了从巫婆那里偷来的铃铛 她用铃铛来寻找蒂芙琳的踪迹 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这时于里发现 蒂芙琳进入了刚和和小珍的房间 于里此刻有些犹豫 因为她做鬼魂时 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个房间 虽然她知道小珍是个好人 却也不想看着自己心爱的男人 跟别人亲密接触 不过此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于里直接推开了房间 发现蒂芙琳并没有在里面 看着墙上的结婚照 于里心里无味杂沉 正当她想离开时 突然嗅到了蒂芙琳的气息 于里拿起铃铛 蒂芙琳当即被控制在了墙上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家里还有另一个女鬼 于里觉得很是疑惑 生气地将女鬼抓了出来 女鬼趁机想逃走 于里却不给她机会 这时巫婆及时赶了过来 抢走了于里手中的铃铛 在得知女鬼居无定所后 巫婆叫来了跟上的姨妈 让姨妈来解决这个女鬼 之后于里还把蒂芙琳送到了小帅家里 一家三口狠狠地折磨她 让她再也无法伤害小萝卜 于里成功赶造了家里的鬼魂 她询问巫婆 如果小萝卜还能看见鬼怎么办 巫婆直言不会 表示她会变成一个通灵人 于里听后害怕得不行 她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随后于里找到闲情 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她 于里表示小萝卜能看到鬼魂 闲情听后有些不幸 随后于里又直接透露 自己死去变成鬼魂 待在小萝卜身边的事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会影响小萝卜的气韵 于里说之又开始自责起来 她作为一个妈妈 没为女儿做些什么 还间接地伤害到了她 闲情听后恍然大悟 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于里会那么了解小珍了 于里表示小珍是个好人 在自己死去的这五年里 小珍将所有的爱 都给了干涸和小萝卜 于里觉得自己不能那么自私 她不会回到自己的位置 只要能保护好女儿 就心满意足了 小珍下班后打开冰箱 发现里面有一盒蕨菜 她觉得很是开心 因为刚和不喜欢蕨菜的味道 因此她结婚后 也没有买过蕨菜 小珍知道这些蕨菜 是于里拿来的 她虽然也担心 于里会夺走自己的一切 却抑制不住对她的喜欢 反正上小珍品尝着蕨菜 刚和看到后惊讶不已 这才知道小珍是喜欢吃蕨菜的 为了迎合自己的喜好 才没有吃 第二天于里出去买盐时 注意到一辆急迟而来的摩托车 此时因为老人从轿车上下来 善良的于里连忙冲上去 将老人抱住 成功躲过了摩托车 看着地上受伤的男人 于里回忆起自己出车祸的画面 她知道那是怎样的无助 于里连忙打电话给刚和 然后将老人和受伤的男人 送进了医院 虽然医生们都在尽力抢救 可于里还是惊慌不已 因为她看到了老人的魂魄 于里希望医生们能救救老人 这时刚和也赶了过来 看到于里没事后才松了一口气 于里让刚和去检查老人的身体 刚和拗不过他 只能乖乖去检查 果然发现老人处于危险当中 幸好医院抢救及时 得知老人渡过了危险期 于里这才感到心安 她知道和亲人天人相隔的痛苦 所以不愿意老人也承受这样的痛苦 刚和此时却有些疑惑 明明医生都没有察觉到老人的异常 怎么于里会知道呢 于里不愿说出自己的秘密 撒谎说是自己感觉到的 然后直接离开了医院 看着于里离去的背影 刚和觉得很是伤感 她觉得自己对不起于里 不能让她跟女儿住在一起 与此同时 一个男人找到巫婆 此人正是让所有鬼魂闻风颂胆的驱魔人 只要被她看到的鬼魂 都会被送去投胎 驱魔人这次找到巫婆 是接到了上天的命令 原来巫婆太善良 知道那些鬼魂有未完成的心愿 所以从不强迫他们投胎转世 驱魔人表达了自己的来意 她这次的目的是鱼里和小萝卜 巫婆听后慌了 希望驱魔人能放过两人 可驱魔人从不感情用事 放下狠话就直接离开了 巫婆虽然觉得上天不公 可她也没有任何办法 晚上跟上开车回家时 突然遭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他们朝跟上的车子扔着鸡蛋 这让跟上觉得很实无语 原来这些人都是江斌的粉丝 江斌是跟上的病人 他春前是受大众喜欢的棒球选手 可因为涉嫌打假球 他承受不了压力 选择了断自己 之后电视台采访了江斌的朋友 朋友认为江斌为人乐观开朗 不像是会亲生的人 江斌结束生命前曾去找过跟上 想让他帮忙开一张抑郁症证明 却被跟上给拒绝了 他发现江斌并没有抑郁的症状 粉丝们都将矛头指向了跟上 认为跟上如果给江斌开了证明 或许他就不会想不开 正当粉丝们火力全开时 行情突然回来了 他看到眼前的一幕愤怒不已 随后狠狠地教训这些无脑粉丝 第二天于里上班时 遇到了孩子们的家长 家长们热情地跟于里打招呼 还忍不住跟他讲起了八卦 他们表示小萝卜是个笨小孩 于里听后生气不已 反击说他们的孩子才是笨小孩 说完后就生气地离开 等于里来到教室时 发现女孩小美正在跟老师说着悄悄话 于里好奇地问小美在说什么 此时小美却说小珍想抛弃小萝卜 她也是从妈妈那里听来的 于里这下更生气了 与此同时小美妈妈正在群里聊着八卦 八卦的对象正是小珍 就在她得意洋洋时 却发现自己将消息发在了班级群里 小美妈妈慌张不已 逆边于里看到消息后暴跳如雷 贤轻也觉得愤怒 因为小美妈妈还讽刺了自己的老公跟上 她跟于里商量 一定要好好教训那群八卦的女人 这时小珍闯了进来 她此时也气得不行 决定跟于里和贤轻一起去教训那群人 几人来到商场装扮一番 随后就连忙赶往战场 贤轻是个狠角色 而华不说就将小美妈妈暗倒在地 于里则是给一位家长身上喷凉水 不管家长如何求饶 于里就是不肯停手 她要让这些家长知道厉害 另一边的小珍也是火力全开 又玩具棒狠狠砸在另一个家长身上 一次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解决完这些妈妈后 三人聚在一起进宫 他们对自己的战绩很是满意 让于里和贤轻没想到的是 平时文文经经的小珍竟然也会大打出手 贤轻出去透气时 看到了群里关于小珍要离婚的消息 她觉得有些难过 虽然她想让于里回到原来的位置 可她也觉得小珍是个好女人 等贤轻回到座位上 趁着于里不在 贤轻询问小珍的想法 小珍的回答却很坚定 她之前确实是想离婚 因为她觉得之前的家已经智力破碎 可她现在已经改变了想法 因为她太喜欢刚和了 也将小萝卜当成了亲生女儿 所以她不愿意放弃 与此同时 刚和正在陪着小萝卜玩贴纸 刚和撕下一张贴纸 让小萝卜自己来贴 小萝卜起身将全家福拿过来 并将贴纸贴在了上面 刚和觉得有些奇怪 并问小萝卜这是谁 直直小萝卜竟直接说出了群里的名字 刚和听后震惊不已 还没等她说话 群里扶着喝醉的小珍出现在了门口 刚和将小珍安顿好后 带着群里来到楼下 她将相框拿出来 表示小萝卜知道她的名字 群里听后惊呆了 因为她从来没有跟小萝卜说过自己的名字 只是群里突然想到 之前她陪着小萝卜在工业玩时 一旁的鬼魂叫她的名字 群里感动得哭出声来 她信心女儿能知道她的名字 可紧接着她又开始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一直待在女儿身边 她就不会看到鬼魂 不意的群里刚和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觉得不能再隐瞒下去 她要告诉小珍真相 也要让群里和小萝卜母女相认 群里却直接拒绝了 面对刚和的疑惑 群里仍然无法说出自己即将离开的真相 告别刚和后 群里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可当她抬起头时 发现薛某人就在自己面前 群里并不认识眼前的人 于是直接走开了 她生气的出手使用法力 群里生气的质问薛某人是谁 薛某人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她是来接走群里女儿小萝卜的 趁到群里觉得害怕时 巫婆突然出现 用铃铛将群里召唤了过来 碍于巫婆在场 薛某人只好决定下次再动手 来到巫婆家里 群里着急地询问刚才的事情 巫婆只好说出实情 因为小萝卜能看到鬼魂 薛某人之所以想将她带走 就是想把她变成通灵员 巫婆再次询问群里 为什么不想找回自己的位置 群里坚持自己的想法 她知道小萝卜最喜欢小珍 她知道小珍是真心对待小萝卜的 所以她绝对不会抢走那个位置 巫婆听后有些无奈 她都希望群里能一直活着 紧接着群里表示 自己已经放下了一切 只要能保护女儿就行 巫婆感动地流出了眼泪 她也不打算再劝说群里 只是让她在接下来的时间 好好保护女儿 第二天群里来接小萝卜去上学 她还专门准备了对付去魔人的武器 随后她还给了小珍一个武器 让她好好保护小萝卜 那一边刚合在上班时 突然想到了群里的话 她觉得很是奇怪 为什么群里能轻易看出老人的病症 刚合想到群里说话时 躲躲闪闪的样子 猜测她肯定有事瞒着自己 于是她转过头问跟上 贤卜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跟上表示贤卜最近喜欢喝酒 醉酒后还会说些胡话 之后还一直叹气 刚合听后更加觉得奇怪 为了查明真相 刚合找到贤卜问她 是否在小萝卜面前提到过群里的名字 贤卜表示自己没有说过 这是刚合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她觉得群里的许多行为都很奇怪 不像是一个正常人 这句话也戳通了贤卜的心 她忍不住哭出声来 刚合见状赶紧追问 可贤卜只是一直哭 什么也不愿意说出来 另一边群里正跟妈妈躺在床上 享受着温暖的时光 这时妈妈劝说群里 不要做小萝卜的接送保姆 群里听后有些不解 随后妈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她明白群里想随时看到女儿 可小萝不知道她的身份 瞒着一个不知情的人 未免有些过分 妈妈劝说群里对小萝说出自己的身份 群里听后有些难过 哭着说绝对不行 妈妈追问缘由 群里却不愿意说出来 妈妈不再继续追问 她将群里抱在怀里 明白女儿这样做肯定有她的道理 第二天群里想把小萝卜接到家里 让爸妈看看外孙女 可当她发消息询问小萝时 小萝却说她有空去接孩子 正当群里觉得失落时 刚合打了电话 她拜托群里帮忙照顾一下小萝卜 随后就将小萝卜送到了家里 群里对此感动不已 她知道刚合明白她想念女儿的心 爸爸妈妈对小萝卜喜欢的不行 这一次终于不用躲躲藏藏 他们快乐地跟外孙女嬉闹着 这边刚合将跟上约出来 无论能让小萝卜到群里家玩 她跟小真撒谎说 带着小萝卜和跟上的孩子玩 并让跟上嘱咐贤情别说落嘴 可两人并不知道 小真在路上遇到了贤情母子 小真心里有些不安 她明白刚合跟自己撒了谎 晚上刚合来接小萝卜回家 群里跟她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还说爸爸妈妈看到小萝卜后很开心 群里嘱咐刚合要保护好小萝卜 一定要紧紧抓住她的手 刚合牵着小萝卜走在路上 这时她收到了小真的信息 下意识放开了小萝卜的手 谁知驱某人再次出现 并叫着小萝卜的名字 小萝卜听到后连忙朝她跑了过去 驱某人想知道小萝卜是否能看到鬼魂 幸好刚合及时赶了过来 刚合想将驱某人教训一顿 这时驱某人却说出群里的名字 她还表示自己是群里的朋友 刚合听后惊讶不已 紧接着驱某人说出 群里死后五年一直缠在小萝卜身边的事 刚合听后很是震惊 另一边闲情也终于忍不住 说出了群里即将离去的事情 跟上听后很是惊讶 她担心刚合知道真相后会很难过 正在两人交谈时 刚合突然带着小萝卜进来 她将小萝卜放在这里随后出门想去找群里 原来真的如同她所想的那样 群里一直有事在瞒着她 刚合跑到群里家门口 群里看到刚合后很是惊讶 刚合随时已经流出了眼泪 询问群里是不是死去的五年里 一直在自己身边 她感到深深的自责 因为她将小萝取进了门 她不知道群里是如何忍心看着这一切的 刚合跟群里表达歉意 群里此时已经哭成了泪人 她希望刚合不要有负担 也想让她放下一切 随后两人来到公园里 群里表示她一点也不责怪刚合 虽然看到她跟小珍在一起会觉得心痛 但也不希望刚合一直难过下去 更何况养孩子太累了 她明白刚合喜欢小珍 只要两人能一直对小萝卜好 她就会由衷地祝福他们 这是群里问她为什么会知道这些 得知去莫人出现过后 群里着急地询问小萝卜在哪里 刚合说小萝卜在闲情那里 她现在很安全 群里这次还感到心安 随后她将所有真相都告诉了刚合 却没有说出找回位置才能活下去的事 与此同时小珍联系不上刚合 便决定来闲情店里找她 当她看到小萝卜时 便向闲情打听刚合的下落 闲情撒谎说 刚合的医院有个急诊病人 她把孩子放下后就去医院了 小珍听后并没有怀疑 晚上刚合温柔地哄着小萝卜睡觉 她生怕女儿会再次遇到危险 第二天群里找到巫婆 说出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巫婆抱怨虚某人太残忍 随后她还说 现在通灵人太少 所以虚某人肯定会再去找小萝卜 只要得知她能看到鬼魂 就会将她带走并变成通灵人 巫婆让余里不要太担心 让她好好享受跟女儿在一起的时光 自己会尽力帮助她的 另一边孩子家长找到小珍 表示刚合跟余里在公园里举止亲密 想让小珍留个心眼 小珍听后有些惊讶 但她并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与此同时余里正坐在椅子上 看着爸爸和小萝卜一起玩耍 眼前的一幕让她觉得很是幸福 这时她起身去买瓶水 可当她回来时 却发现小萝卜又不见了 余里着急地询问爸爸 原来爸爸和小萝卜在椅子上休息 这是一个废品车倒了下来 爸爸上前去帮忙 可她回过头时发现 小萝卜已经不见了 与此同时走丢的小萝卜正伤心地哭着 巨某人再次出现 并缓缓朝着小萝卜走来 这边小珍还在咖啡馆里 想到最近刚合对小萝卜无微不至地照顾 她觉得很是奇怪 于是刚合出来想让她解释一下 可还没等到刚合 就接到余里的电话 这才知道小萝卜失踪了 她匆忙地跑出去 正好碰到了刚合 几人到公园里四处寻找 可找了很久都没能找到 现在天已经慢慢暗了下来 他们很担心小萝卜会怕黑 也担心小萝卜会看不到爸爸妈妈而伤心 几人找了许久还是没找到 小珍扑在刚合怀里放声大哭 刚合信神安慰她不要担心 一定会找到女儿 余里看着这一幕心酸不已 她哭着跟两人道歉 是她不小心弄丢了孩子 刚合看着余里的样子心里无味杂陈 可她却不能说些什么 就在几人不知所措时 余里突然看到一旁的小鬼 小鬼似乎在给她指引方向 余里顺着方向跑了过去 当她走上滑梯时 发现小萝卜正躺在里面睡觉 余里激动得不行 领忙跑上去抱起小萝卜 小珍和刚合听到声音也领忙赶来 看到女儿的那一刻 几人才彻底松了一口气 原来白天一家鬼魂坐在小帅车上 正好看到驱魔人在逼近小萝卜 虽然害怕驱魔人的能力 但她们也想帮助余里 鬼魂爸爸挡在驱魔人面前干扰她的视线 鬼魂妈妈和妹妹则是劝说小萝卜离开 他们把小萝卜安顿在楼梯上 让她千万不要乱跑 就这样小萝卜一直待在这里 鬼魂妈妈和妹妹回来时 发现鬼魂爸爸已经被驱魔人抓住了 因为几人不愿交出小萝卜 驱魔人恼羞成怒 直接将他们送去投胎转世 等余里将小珍和小萝卜送回家后 小珍一年冷漠 让余里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余里很是自责 但也只能说着对不起 刚和走过来安慰她 可余里知道是自己的错 回家后小珍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她将所有错误推到自己身上 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 所以才会弄丢小萝卜 刚和安慰她不要难过 这件事不怪她 这句话让小珍觉得更伤心了 正常家庭中的孩子走丢了 爸爸肯定会责怪妈妈没有照顾好孩子 可刚和却总说小珍没有错 这样小珍难以接受 她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小珍抑制不住自己 她也想走进刚和的内心 只有这样才能当好小萝卜的妈妈 刚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随后她决定对小珍说出真相 刚和将余里的身份说了出来 小珍震惊不已 她之前也怀疑过 但没想到自己的怀疑是真的 小珍跟刚和结婚几年 她知道刚和心中爱着余里 如今余里回来了 她觉得一切都会发生改变 小珍接受不了事实 在地上做了一夜 而刚和也在外面守了一夜 与此同时余里找到巫婆 说出了小萝卜失踪的事 她觉得自己不应该复活 如果她没有复活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巫婆劝她不要多想 毕竟她也很无辜 与你离开时 巫婆告诉她 一家三口被送去投胎转世了 与你听后很是愧疚 她没想到会害了别人 巫婆劝她不要太自责 因为她帮一家三口完成了心愿 所以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帮忙 第二天小珍从房间出来 她将小萝卜抱在怀里 却没有理睬刚和 刚和知道小珍在生气 其实小珍生气的并不是余里回来了 她生气的是 刚和没有早早地将余里回来的事告诉她 她觉得自己没能得到刚和的信任 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信任 这段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 刚和此时也很自责 她觉得自己伤害了两个女人 与此同时 闲情惹到余里 决定带她出去玩一天 原来闲情意识到余里的时间不多了 想跟她多待一会儿 晚上两人开心地走回家 却不知道小珍就在身后 小珍以为他们跟自己是朋友 可现在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 她也觉得自己是时候跟刚和离婚了 第二天余里带着妈妈检查身体 等待时突然听到护士说的话 护士在谈论刚和突发幽臂症的事 余里很担心 连忙跑去找刚和 终于她在楼梯口看到了呼吸急促的刚和 余里细心地安慰刚和 并让她跟着自己一起来深呼吸 五年前刚和正在做手术 当她从手术室里出来时 这得知余里生命垂危的消息 刚和觉得很是愧疚 余里此时也哭成了泪人 她将刚和紧紧地抱在怀中 安慰她别再难过 回去时 余里看到跟上附近跟着鬼魂 而这个鬼魂就是江兵 余里觉得很是疑惑 问跟上做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被鬼魂缠上 跟上听后害怕得不行 拼命地奔跑想摆脱鬼魂 坐下来后 跟上为对面的江兵为什么跟着自己 江兵听后很惊讶 以为跟上可以看到他 得知跟上根本看不见自己 江兵这才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 巫婆正在殡仪馆为一家三口祈祷 希望他们来世能幸福美满 身后其他鬼魂都害怕不已 他们担心在自己心愿没有完成之前 就被驱魔人送去投胎转世 巫婆也觉得无奈 让他们赶紧去完成心愿 否则就没有机会了 这时巫婆接到跟上的电话 当她来找跟上时 正好看到了四处专有的江兵 巫婆把江兵带到跟上面前 跟上看不到江兵 只觉得气氛很是诡异 江兵说出了自己跟踪跟上的原因 原来他并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是被朋友杀害的 不过朋友也因为愧疚选择了亲身 江兵妈妈以往儿子的离去 一直耿耿于怀 因为妈妈不赞同江兵是双性恋 所以他才会离家出走 直到现在妈妈都以为 是自己害了儿子 江兵拜托跟上 帮他跟妈妈说明真相 第二天 跟上把江兵妈妈请了过来 江兵也站在一旁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 儿子站在妈妈面前 可妈妈却无法触摸到儿子 当跟上说出真相的那一刻 江兵妈妈再也抑制不住自己 放声大哭起来 了却心愿过后的江兵 终于放心地离开了 晚上跟上把钢河发病的事 说了出来 还说出雨里安慰钢河的事 贤青觉得很是心疼 他知道雨里还爱着钢河 跟上也觉得难受 随后还说两人都在跟对方道歉 贤青听后有些生气 他觉得雨里没有做错 为什么还要道歉 随后一不小心把雨里 将会再次死去的事情 说了出来 跟上听后很是惊讶 门外的钢河也听到了 两人的对话 他浑浑噩噩地走进来 在问问贤青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面对钢河的逼问 贤青只能一无一时地说了出来 如果雨里不能回到原来的位置 复活49天后就会再次离开 钢河听后难过不已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对于雨里的第一次离开 他束手无策 如今雨里有留下来的希望 可他却没能给他留出位置 与此同时 雨里找到巫婆 他想一直留在人间 陪着爸妈和女儿 巫婆听后有些难过 表示现在的雨里既不是人 也不是鬼 如果他留下来的话 小萝卜一生都会看到鬼魂 这番话如同尖刀刺进雨里的心 他本想留在人间看着女儿长大 可为了能保护女儿 他只能扼杀这个想法 正当雨里离开时 正好碰到了钢河 钢河质问他是否即将会离去 雨里很是惊讶 但一直想隐藏的秘密 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钢河觉得雨里在隐忍 秘密心里很难过 却不说出来 现在还要放弃原本属于他的位置 雨里又何尝不伤心 但他最想看到的就是钢河好好生活 钢河似乎已经做出了选择 无论能让雨里活下来 他决定让雨里找回自己的位置 雨里找到贤情说出此事 贤情先是为自己的冲动道歉 随后他又表示 钢河是个好人 认为雨里本就该说出一切 让钢河有个心理准备 另一边钢河回到家中 看着面前的小珍 她不知道是否应该提出离婚二字 可还没等她开口 小珍就提出了离婚 她一直嫉妒死去的雨里 能拥有钢河的爱 可现在雨里已经活了过来 她想让出自己的位置 钢河虽然觉得愧疚 但她却没有挽留 她知道 如果想让雨里活下去 就必须要对不起小珍 另一边 雨里和妈妈来到公园散步 妈妈向雨里讲述了一件事 有一次她来到公园 恰好看到了小萝卜在公园里玩 便远远地坐在一边看着 让她觉得奇怪的是 每一次来到公园 都能看到小萝卜的身影 妈妈后来明白 这不是巧合 而是善良的小珍刻意为之 小珍猜出妈妈是小萝卜的外婆 为了让她能时常看到小萝卜 才故意带着小萝卜来到公园 雨里听后很是感动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 她最想感谢的就是小珍 第二天 雨里将小珍约出来 她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小珍虽然觉得不公 却也找不到憎恨雨里的理由 因为雨里实在是太善良了 等雨里回去后 钢河带着小萝卜来到家中 她提出带雨里和小萝卜去游乐场玩 雨里心里很是感激 她知道钢河是想让她多陪陪女儿 三日来到游乐园 想起了普通的一家三口 看着面前的雨里和小萝卜 钢河觉得很是幸福 这时小萝卜突然跑到路中间 还将路人当成了小珍 看着这一幕 雨里觉得有些心酸 她知道 在小萝卜的眼中 小珍就是她唯一的妈妈 钢河看到后觉得有些尴尬 将雨里送回家时 她提出让雨里和小萝卜多多相处 培养二人的母女感情 却被雨里直接拒绝了 雨里这一次不再隐瞒 她说 如果自己活下来 小萝卜一生都会看到鬼 刚和听后惊呆了 随后她安慰雨里不要担心 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办法 可雨里知道没有其他办法 她宁愿伤害自己 也不愿意让女儿经受这一切 雨此同时 巫婆正虔诚地询问上天 那么多的鬼魂 为什么只有雨里复活了 终于巫婆得到了上天的提示 她着急地赶到佛堂 当她看到上面挂着的许愿签时 这才知道 雨里之所以会复活 是因为她妈妈一直在喜求上天 巫婆感动得不行 虽然她一生无子 却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 巫婆找来雨里 给她看了这些许愿签 说她的复活都是母亲苦苦求来的 雨里听后惊讶不已 看着手中的许愿签 雨里此时才明白 妈妈有多爱自己 同时她有些自责 复活过后 她一心扑在女儿身上 对妈妈的关心少之又少 如今她就快要离开 她要好好地陪伴妈妈 这一次 她要把想说的话都说完 不会再留下任何遗憾 自从雨里出现后 妈妈每天都会做着同一个梦 梦里雨里会再次离开 她还祈求妈妈不要因此难过 妈妈从梦中醒来 看着怀中的女儿 她感谢上天的让她跟女儿见一面 同时也猜到女儿有一天会再次离开 等雨里出门时 刚和找到了她 她不愿看着雨里再次离开 希望雨里能留下来 可雨里已经决定了离开 无论刚和说什么 她都不会改变想法 无奈刚和只能来到殡仪馆 看着雨里的骨灰盒 刚和自责自己不能为她做些什么 只能无助地哭泣 这时巫婆突然出现 刚和猜测她就是雨里口中的通灵人 她询问能否让雨里活下来 而巫婆的回答跟雨里一样 如果让雨里活下来 小萝卜一身都能看到鬼 再次听到这句话 刚和彻底崩溃了 巫婆看着面前绝望的刚和 心里无畏杂陈 随后她劝刚和不要太难过 好好送雨里最后一程 这样才能不留下遗憾 与此同时 小珍送小萝卜去上学 小萝卜给小珍的手上贴了创可贴 还贴心地吹了两下 这样的举动让小珍感到了温暖 虽然小萝卜不是她亲身的 但她早已经把小萝卜视若挤出 雨里来到幼儿园 得知是小珍将小萝卜送来的 并着急地跑出去想跟小珍谈一谈 因为她听闲情说过 小珍已经决意和刚和离婚 雨里觉得自己对不起小珍 她想将事情都讲清楚 还没等她走出去 小萝卜突然呜吐起来 她赶紧带着小萝卜来到医院 幸好送来得及时 小萝卜的身体没有大碍 雨里这才感到安心 这时小珍得知消息后也赶了过来 可当她看到雨里时 便想着直接离开 她认为自己不是小萝卜的亲妈 没有理由待在她身边 这时雨里追了出来 她提出要和小珍谈谈 雨里将自己将会离开的事情说了出来 小珍听后很是惊讶 她虽然很爱刚和 却也不希望雨里会再次死去 雨里劝小珍不要多想 自己不会回到那个位置 她希望小珍能和刚和好好地生活下去 小珍问雨里 难道不恨她吗 雨里微笑着摇摇头 在她做鬼魂的几年里 亲眼看到小珍对小萝卜有多好 她感激都来不及 怎么会对她心生怨怼呢 此时刚和也接到小萝卜生病的消息 当她来到医院时 病床牵制剩下了小珍 那有人终于敞开心扉 小珍不再和刚和置气 而是让她好好送雨里最后一程 这边雨里回到家里 妈妈问她 是不是五年里都没有离开 雨里觉得很惊讶 不知道妈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原来妈妈早已经感应到了 前几天雨里将自己的东西收走 她不想再看着妈妈抱着自己的东西伤心 妈妈心疼地抚摸着雨里 母女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雨里觉得自责不已 她没能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妈妈 因为很快就要离开 雨里写下了自己的心愿 她要在离开前将这些心愿一一完成 第一个愿望就是跟鬼魂朋友们吃顿烤肉 看到大家吃得那么开心 雨里心里无比的满足 她的第二个愿望是请小帅吃顿饭 毕竟她的家人是因为救了小萝卜 才被迫投胎转世 小帅虽然不知道原因 但还是开心地接受了 雨里的第三个愿望 是带着小萝卜跟贤情母子出去玩 因为马上就要离开 雨里格外珍惜跟小萝卜在一起的时间 雨里的第四个愿望是跟家人道别 晚上一家人幸福地挤在一张床上 这一刻 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温暖 雨里的第五个愿望是跟爱人告别 贤情一家三口 带着雨里一家三口来到外面玩 这是贤情交给雨里一封信 这封信是小真写的 信中小真感谢雨里能再次出现 她信心能跟雨里成为朋友 只是自己没有勇气见到她 小只让雨里不用担心 她会守护好小萝卜 像守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看完信后 雨里感动不已 她这下彻底没了遗憾 晚上雨里和刚和坐在一起谈笑风声 雨里给了刚和一个拥抱 刚和知道雨里即将离开 但她已经不再难过了 雨里能活过来已经是上天给她的礼物 她不能贪心地祈求更多 第二天一早 雨里跟女儿告别 她希望小萝卜能永远保持开心 永远面带微笑 随后她说出了自己的心愿 希望小萝卜下辈子还能当自己的女儿 雨里将小萝卜抱在怀里 忍不住哭出声来 小萝卜似乎也感觉到雨里即将离去 竟开口叫出了妈妈 密别的时刻终于还是到了 雨里跟着巫婆来到樱花树下 她感谢巫婆为她做的一切 随后一个人默默地走向远方 十年后 小萝卜长成了大姑娘 她坐在樱花树下怀念着雨里 这时刚和和小真也来到这里 一家三口在樱花树下散步 她们在心中祈祷雨里 在另一个世界能幸福快乐 本剧结束 本剧结束 全集制作不易 看完的小伙伴帮忙点赞订阅 今后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解说 剧结束 绝右 的 从 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